嗨,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我们今天主要去讲讲派币的价格 以及关于在一级市场 我们对派币到底应不应该去购买 或说应不应该去囤派 那好想要我们去看CoinMark的Cup CMC对派币的一个价格的展示 那CMC对派币价格的展示 我们知道它一直都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7天的一个周线 那周线来看的话 它的最高点的时候 在上一次比特币大涨的时候 那它也是进行过一轮大涨 但它大涨大概是在49美元 大概是50美元左右的一个价格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派币的一个价格 回落至40美元左右 那这个价格我们只能说是作为一个娱乐性的 那么不能是作为一个参考性的指标 比如说40美元一个派币的话 那它的总量是1000个亿 那我们可以算一下美密价格 它全部释放完之后 它的价格在整个市场当中 它的市值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价格只能说是看看就好 那作为一个娱乐性的看看也是可以的 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上架派币的整个交易所 现在是市价 那在市价当中 大家的价格好像都有所不同 那主要的是火币 它价格一直都是相较于讲 是比较稳定一点的 火币的价格现在是41.45美元 那在比特基斯上面的一个价格 是在39.53美元 那还有关于下面的有两家交易所 分别是在2.99美元和2.82美元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交易市场当中 那么二级市场对它价格预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当然这里下的这四家交易所 都完全没有任何派币的实际的存量 而他们实际上能够交易的过程当中都是IOU的 那么实际上就先拿在市场上面进行交易 那交易完了之后 等于派进行完全的开源之后呢 那么他才可以去把真实的派币提到 他这个交易所上面去给到大家 那所以现在我们要不要去交易呢 在二级市场上来讲的话 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你买的这个派币不一定是真实的派币 而且是没有办法去给你兑现的 那至于关于一级市场的话 有非常多派友问我要不要去投入到一级市场 或者说对于OTC的一个交易 那在我看来 如果说你在问我派币值不值得去投入 你应不应该去投入派币的 我肯定会告诉你不应该 那这是不能去投的 为什么我要去这样讲呢 因为我自身在投 为什么我叫你不去投啊 这来源于每个人对于投资的理念不一样 我的这个投资的策略不一定是适合于你的 我们可以看到项目方对于他的一个法律风险也好 还是说他的个人关系也好 他是撇得非常干净的 所以说你当问我的时候 我一定也是要把我的个人给你的一个意见 把它撇得非常干净 那如果说你一定要问我去 你值不值得去投入这个派币 你值不值得拿钱再买派币呢 我一定会告诉你不值得 你不要去投 因为这样的话 我就会把我的这个情况给撇干净了 因为派币实际上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力 那可能会让自己现在所囤的派币呢 以后他随着增值呢 会让自己挣到团的钱 但我为什么又会叫你不去这样做呢 因为他里面的风险也会非常多 那比如说存在的一个第一个风险 就是来源于项目方这边的风险 项目方呢一直都在威胁社区 就说你们再去买卖派币的话 这是不合法 也是不合规的 也是不符合你们当地的一个法律法规 比如说当地的法律法规 如果说在新加坡的话 那你买卖这个法币 或者法币去兑还加密货币 完全其实人家是支持你的 你是顶级的富豪 你又上万亿啊 或者说像几千亿啊 你去交易加密货币 人家还不收你的税 是吧 人家还对你非常友好 所以说 你看每个国家或者每个地区 他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你像大陆地区 他对于加密货币 他并不是说不认可你 也并不是说不认可区块链 他是说区块链可以拥有 但是不能有区块链的金融属性 以及不能有区块链的货币属性 因为货币属性他会直接威胁到人民币 所以说他就不让你去有这种 这种价值体现 或者让你一种货币的一个体现存在 所以说你说他支持技术不支持技术 但他不支持你另外一种属性 所以说每个地方呢 他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地方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在不同地区 不同位置 那你问这样的话 我也是没有办法去告诉你的 因为我不了解你 因为你也不是我 我也不是你 所以说完全两个的一个 投资概念 或者风险承受能力 以及当地的法律法规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只能会告诉你是否定的 所以说当你在问我的时候 你肯定就是说 得到一个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那同时我再讲一讲 第二个风险 那么刚才我讲到 第一个风险是来源项目方 那刚才也相当于讲到 另外一个风险 就是来源于本地的 本地的一个法律政策 那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它的一个价格的波动 那我们现在 大家都可知道 在二级市场上看的 派币的一个价格是40多美元 那同样也有两三美元的 那在一级市场 它的价格当然非常低 那大概是零点几美元 那零点几美元 你说这个价格就是真的是最低的 以后会慢慢往上涨吗 这是不一定的 比如说以后派币 它现在是零点几美元 但以后它上了市之后 随着人们释放的量量比较多了之后 它也有可能变成零点零几美元 或者说它价格会更低 是吧 当更低的时候 你现在是按照这个价格去买的 但未来的价格它跌了之后 你说你是不是承担了一个风险 是不是承担了一个下跌 如果说你承担了下跌 当时我告诉你 你是可以买了 那你说这怎么算 是吧 这就是第三个风险 第三个风险来源于派币本身的一个下跌 那好 还有第四个风险 那第四个风险 就是说我们在购买的过程当中 派币它以后永远都不会去上市 什么意思呢 就是派币它仅仅是做一个思念性的项目 它未来告诉你 我们的项目以试念宣布失败为高中 所以说我们这个东西 你投入的钱就一分拿不回来 所以说现在派呢 它对于我们个人来讲 对于我的现在的心理来讲 因为我在挖它 而且我对它信仰度比较高 我当然我在囤它 并且我说囤了这个资金来讲的话 我成熟得起 如果说它哪怕是说全部都归零了之后 我能够去成熟得起 不会对我的生活产生任何的影响 就是说我愿意去投它 那至于说这有的人的风险 抗击能力没有那么高 或者说拿到的钱呢 是一些不是闲上的钱 拿你去投的话 这就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在这个每个人的投资过程当中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派币 它的一个未来一个增长动力 我认为是比较强的 那是只是说 我对它一个了解程度来讲 我认为它增长动力比较强 所以说我才有这样的一个赌令 才去投它 那你说你只是听别人讲 你听我讲说派币可以 但你没有做过个仔细的认真研究 你也不知道它 可能未来给你带来一个收益是多少 你只是听某个KOL 听某个博主去讲 听美国讲派的人去讲 他值多少钱 那你说你能够去做一个投资的 一个标的或者投资的一个策略吗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看在市场上面 人们对于派的一个讲解是完全不一样 有的人认为它值314159 那你说我现在投这么低的钱 我马上以后就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或者说是能够买下整个美国 买下整个地球的一个金额 那你说我现在要不要去投是吧 你说他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属实 那我认为不一定属实 那同样的我讲的东西也不一定属实 我告诉你的时候 以后派币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增长 但这个只是说我个人的看法 它不能说是作为一个参考型的指标 未来必定会这样走 它不会这样的 所以说在投资的市场当中 你当问我会不会去买 或者说你当问我你该不该去买的时候 我一定会告诉你 你不应该去买 而你问我在不在买 那我肯定告诉你 14球时要告诉你 我再买 那我也看好它 我也要买 所以说在市场上面 也有人去问了我 也有人在我这里囤 也有人在我这里买 买了之后他就囤在我这里 其实说实话 现在我非常希望那些在我这里囤积派币的人 赶快把它提走 因为我也不太确定 以后这个东西 它增值之后 那增值之后当然是更好了 因为增值之后呢 我肯定会把原封不动了 你当成在我这里数了多少个币 我会把它远远不动了给你 但是如果说以后跌了之后 你说这个东西怎么算 是吧 也不好算 或者说是 以后这个派以后不上组网之后 或者说以后派就 真的他要去封号 把我这个账号封了之后 你说我怎么办 是吧 所以说我认为的是 风险这一点 你要去购买的时候 你一定要承担清楚 一定要自己去把控风险 并且币一定要自己拿在手里面 什么囤在这个交易市场里面 什么囤在我这里 或者说什么囤在 像第三方的生态里面 我认为都是不可取的 终究是要拿到自己的包包里面 拿到自己的钱包里面 才是合理的 才是合适的 我以前排过这个顺序 这个顺序里面就是说 我们第一应该囤的位置是谁 就是说你自身已经通过QYC 自身已经拿到这个钱包 并且是自己已经映射了钱包 是自身的 那这个你囤在这里面是比较安全的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那第二主要就是说 你没有这个钱包 你买一个能够去通过映射 并且已经拿到这个助记词 是你自己设定的这个钱包 那么这是第二种备选方案 那么第三才是 其实是囤在这个市场上面 囤在这些生态里面 其实就是说 你买了之后 你新的某个先锋 你把它囤在那里 比如说有的人就囤在我这里 一囤就是几千枚 或者上万枚囤在这里 他说等到以后去映射完 这个才去拿 其实我这里讲的话 我这里背负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当然这是来源于粉丝 或者来源于这些派友对我的信任 认为我做了这么久的博主了 认为我这个信任都还在那里 是吧 还愿意把这个钱交给我 然后在这里囤 其实这里我想说的是 我其实并不想这样做的 因为这里面来源于两种 一种是心理方面的一个压力 心理方面来源于说 我是否是一个贪婪的人 我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所认为 就是说我所去理解的 在我的受教育的观念里面 人家的就是人家的 比如说以后他增值了 真的变成十几块一枚 几十块一枚 你们在我这里囤的这个 他转化成美元之后 他的价值也是不肥的 比如说以后增值了比较多 像上千美元一个 或者上万美元一个的时候 你们在我这里囤的 这个资金不少了 是吧 转化成资金这个真的不少了 你说那个时候 我会不会就说 因为钱而变成另外一块面款 我也不太确定 但至少来说 我这个理念里面 我就是所认为 别人是别人的 但是当一个资金膨胀了 一定的时候 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心魔 会不会改变 我就不太清楚 所以说你们赶快就要 要拿走的 赶紧要去拿走才行 你知道吧 这是一方面了 第二二一方面就是说 我这里我不太愿意这样做的事 来源于我有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因为法律风险就是说 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在海外区有的地区 就认为了 把别人的资金拿来 帮别人做一些事情 这个是无可厚无 是可以做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区域 这就叫做非法融资了 你把钱存到我这里 我帮你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你又放在我这里 我是个人 我是没有能力 我也是没有义务 去给你做这件事情 那可能就会支撑出什么 非法极致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一定是说 本国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区域 让我去这样做 他也没有这个账号 他也没有这个钱包 他说我给你多少钱 你帮我囤个多少个币在这里 这种我全部都是拒绝的 我都是没干的 那我正在做的是 比如说海外去的 有些比如说香港的 有些台湾的 或者是有一些马来西亚 或者其他地区的 我不知道他分 反正他们是说的是繁体字 是吧 繁体中文 我告诉他们 他们也都在海外了 他们在这样子说 让我去看团团 我还答应了 我说那你又团在我这里 你倒是要的时候 你再拿走 其实从这种来讲的话 我尽可能要是一方面降低自己的风险 第二方面就是说 你们自己的东西 最好是自己拿走是比较好的 当然现在在我这里 我也催出了一些派友 去把它拿走了 我现在在自己的手里面 你们也没有太多了 是吧 自己也没有太多了 只是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就说那些想要去加入到派的 一个团币行为当中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是 理好自己的一个投资策略 并不是说 我在这里说 我认为他好 那么他就值得去投资 或者有人认为 他以后是30亿万美金 那你就觉得 我现在40美金买 我是划算的 那我现在是以美金买是划算的 而我现在在黑市里面买 是划算的 其实并不一定的 以后他是否是涨 是否是跌 大家都不知道 以后他是成功还是不成功 大家也是不知道的 是吧 所以说从这种投资的策略来讲的话 一定是自己 抗风险能力 自己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 去做这件事情 有风险抗击能力 第二就是有能力去 接收这种 带来本金的损失的一个 承受能力 那么再来就是说 你在自己的一个投资策略当中 你有这样的一个 专业知识 你所笃定的 你所对于他的了解程度 你认为他是值得去这样做的 并且你认为这个冒险行为 能够给你带来一个正向的反馈 那你可以去这样做 如果说你所认为的是 看见某个人来讲他好 你就去盲目的投资 那这是不可取的 所以说 为什么在市场上面 有人就要说 我所讲的内容 不做任何投资议建议 那为什么人家讲这句话 人家也是免责声明 人家也是确实提醒你 每个人的一个投资策略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今天讲到说 我在买派币 那你知道我买的是多少钱的派币吗 是吧 那市场上面 大家看到 有的时候在这个OTC市场里面 或者在一级市场里面 有的人抛派币的时候 它可能很低的价格就抛了 而有的人卖派币的时候 它可能是很高的价格卖的 这个市场是没有同意 尤其在一级市场是没有同意 所以说你不知道 人家是拿了哪个价格 所以说在这里的衡量标准 唯一的标准 就是你所认为的是 是否是划算 你所认为的划算 未来能够给你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回报 你认为这个回报比 与现在的一个风险比 是成正比的时候 那你就值得去投入 而如果说你认为是 不值得的时候 那你就不该去投入 所以说这就是关于在币圈里面 或说在派币的囤积市场里面的 一个投资行为 那我的一个理解逻辑就是这样的 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 一个理解逻辑 同时在现在派币的囤积过程当中 是完全没有一个绝对安全的说法的 有的人就想说 我一定要要个比较安全的 也不会损失本金 然后以后在派币的囤积过程当中 让我派币越来越多 而且以后随着派币增长 会让自己增长盆满某板 这种想法是太过于单纯了 在派币以后 它会不会出现一种 让你买到派币 它就会成功的呢 有 但是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开放式主要的时候 开放式主要的时候 它的价格是不是就已经透明化了 是不是就已经市场化了 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的波动性大 也没有现在的水分深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买到来 当然你买到派币 它肯定就不会去归零了 这个派币就已经在市场上面 可以交易的情况 但是它的透明度就更加高了 它就没有中间的一个 可能就是说波动空间 或者说没有一个潜在的 增幅的幅度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说你当冒这个险的时候 现在冒的这个险 就是你未来所去带来的一个回报比 说你要去求到一个稳定 那你就再去等它 等它完完全全了 开放之后在市场上面去购买它 这个时候你既可以在市场上购买 也可以在市场上面去销售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就讲 就相当于比较安全 这种安全可能带来投资回报比 就没有在第一级市场里面 或者在前期的黑市里面 或者OT市市场里面 带来了一个回报高 当然我给你讲了说 它风险依然是存在的 那好 这就今天要去跟他分享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进行是来源 有个人观点和个人看法 如果说你其他不能观点和意见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